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载了太陵的灵安门的情况呢 就是左右的脸门已经毁坏 垒石呢 用以塞门 在乾隆的五十年呢 曾经进行了修器 在零六零七年 十三陵的特区办事处呢 曾对太陵进行了修缮 现在明楼 宝城以及陵墙呢 都保存的比较完好 我也只能围着栅栏给大家拍摄一下 那么孝宗朱友称呢 他是宪宗朱建身的第三子 出生于成化六年 在成化十一年的时候呢 被封为了皇太子 在成化二十三年 县东驾崩 孝宗呢 就集皇帝位 四年改缘为了红制 那么孝宗呢 他继位之后呢 首先才议了宦官与宁性之臣 又调整了内阁的班底 罢免了不学无术 依附全要的内阁首府万安 而且将奸命的小人太监梁芳下狱 侍郎离子行呢 流放 毫不手软啊 对待这些人 但是啊 他并没有大开杀戒 所以史学呢 对他此举呢 是多有称散的文章的 那么孝宗对待臣下呢 非常的宽厚 他能推心致富 从未编打过大臣 军臣之间呢 亲密无间 形同一家人一样 他曾命令 在京关夜返家中时呢 必须派扑军直登传送 这些事情虽然不算大 但是作为一位封建的帝王啊 能如此的躯体臣下也确数不易了 孝宗呢 还广开沿路 虚心纳建 每天除了早晚朝以外呢 还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大臣义士 从此呢 就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三方式 由于前朝宪宗时期呢 宦官专权乱政 所以在孝宗时呢 对宦官严加管束 宗长锦衣卫啊 也再也不敢 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 由于孝宗在位的时候呢 明朝的政治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 历史上呢 称之为洪至中兴 那么孝宗为什么呢 只有一位妻子呢 这就得从他的幼年说实 他的幼年呢 生活坎坷 在宫中的险恶环境呢 后妃集团的儿与我诈 使他看透了人间的事态炎凉 过早的成熟了起来 一直担心宪宗的一个妃子 万贵妃的迫害 所以一直在安乐堂偷偷的生活 直到六岁时 宪宗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儿子 把他立为了皇太子 他的生母呢 也被万贵妃害死了 所以他天天活着提心吊胆 朝不保夕的日子 内心呢 也是十分的孤独 他讨厌后宫的争斗 加上张皇后知书达礼 温柔贤惠 两人呢 互敬互爱 非常的亲密 在封建的皇帝中呢 像孝宗这样 对爱情专义的皇帝呢 确实不作见了 虽然说后期呢 孝宗身体不好呢 被太监李广用左道之术蛊惑 宠信 但是后来李广自杀之后呢 搜出李广贪污受贵的账本 孝宗这才醒悟 开始了生命当中最后一个勤政时期 反思所作所为 重新重用刘大夏等贤臣整顿朝纲 张皇后的两个弟弟 张赫玲 张延玲呢 仗着自己的姐姐 是皇帝的皇后 所以呢 事权交纵 尖尖的拦截商客 把货物垄断 干了许多违法的事 当时呢 揭发张家弟兄的官员呢 都被罢官了 所以当孝宗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在游南宫的时候 趁张皇后太子 以及张皇后的母亲金妇人更衣的机会呢 赵两兄弟到西贤 温语归劝 命他们约束家奴 不要再做扰民的事情了 就在这之后呢 张氏兄弟的行径呢 果然就收敛了很多 张皇后一直活到了家境二十年去世 而孝宗呢 在弘治十八年 五月七日 病逝于了前京宫 享年三十六岁 明史曾记载呢 明有天下传世十六 太祖 成祖而外 可称者 仁宗 宣宗 孝宗而已 他的大体意思就是说呢 明朝呢 有十六位皇帝 除了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弟以外呢 还称的上比较好的皇帝呢 只有仁宗朱高赤 宣宗朱瞻基 还有今天讲的这位皇帝孝宗朱又称而已 所以历史上啊 对孝宗这位皇帝的评价真的是相当的高 那么这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在建筑方面呢 没办法给大家再过多的深讲了 它也不开放 所以只能等待以后开放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进到里面去细讲了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们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